缅怀历史纪念先烈 美国洛杉矶空军大鹏联谊会 按照惯例在814空军节前夕 举办了2016年会 借以庆祝814的空战胜利 79周年的纪念参会 有近300位的贵宾出席了这次的活动 814是中华民国空军节 为了纪念814空战缅怀先烈 美国洛杉矶空军大鹏联谊会 一寻往例 在814空军节前夕 举办了2016年会 即庆祝814空军胜利79周年纪念参会 这次活动还邀请到了 两名高手超过百岁的抗日飞行员 陈光斗与林曾义 他们与现场300多位宾客 一同见证当年中华民国 奋勇抗战的历史 他们是1938年5月20号 一共8个人 两架马丁10的飞机 从汉口东征日本 他们杀的是 这个船单 所以又叫 这个 枝弹轰炸 后来那个宋美龄 他把它定义成 人道远真 这个是 中国空军史上 也是 世界空军史上 第一次 有敌国的飞机 能够飞越 这个日本领空 所以是一个 很好弄国际的事情 我们的主题跟往年是一样的 我们每一年呢 利用这个814这个纪念活动呢 把我们这个空军大航 这个退休的官兵 聚集在一起 然后每年大家相聚一次 把这个力量结合起来 这个发挥我们这个 对中华民国的爱国的心 同时今年呢 又是我们空军建军的70周年纪念 因为我们以前空军在抗战时期是 叫做航空委员会 到了民国 抗战生理以后 民国35年 正式的改制成为空军司令部 空军总司令部 一直到现在 民国35年到现在刚好是70周年 所以说今年有双重的意义 在抗日初期的1937年8月14号 日军与国军在浙江杭州检桥 发生了激烈的控战 国军一挂击中取得了胜利 也激励了中国军民抗日的信心 这次纪念活动的举办 也是希望世人以史为鉴 缅怀历史 珍惜现在的和平美好生活 并对老兵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